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很紧张 今天因为上映第一日 我由早上 由公公婆婆场 到下午的学生场 到夜晚 我都到处潜行追击 进去看观众的反应 今天看完观众的反应之后 我就放心了 观众反应非常好投入 原来大家是愿意接受歌舞片喜剧的形式 他们对于歌舞元素都很瘦灵 他们很支持 他们说很多个朋友就告诉我 没看过香港有部这样的电影 好有趣 我就觉得已经安乐了 这次那么强的阵容 其实你回想过拍摄过程 有没有哪些演员 你一鼓舞 他立刻就已经配合了 当期了 很好的 个个都好 但今天尤其要讲孟姐好 因为孟姐开头只是想做 我那场离婚女人的那场戏我很喜欢做 其他唱歌那些不好自 再求求他 再一起练歌他又肯了 这些歌仔听一听 真的很好听 而且他也会教别人唱歌 唱一唱就觉得自己原来能唱得 是啊 他懂得挂夜宿的孟姐 有些粤曲底 是吧 嗯 那家人也有看他们的评价是怎样的 家人啊 我家人啊 我的女儿是我的粉丝来的 她说 很好笑 好笑的那些位置很好笑 黄爱眉那场 她说 我想哭 看到很感动 这样 那么 老公就 她是一个非常要求高的人 她平时不赞我的 但是说到黄爱眉那场 她就 那场真的不错 哈哈哈哈 吃虎那场戏 我觉得 直情毛姐有机会 就是朋友一部歌舞喜剧 提名最佳女主角 这次真的要提名 斑马我们 吹鸡要提名你 多谢 阿南有没有赞你 阿南 当然有赞我 但是她赞我的话 都不能说的 那块镜子会爆的 那么多人的 那个镜头会爆的 她基本上是 老公你真是 她赞那些 神来的 是啊 她赞那些小鲜肉啊 就是那些金城堡啊 静峰那些话 都放在我身上 是不是 就是她盲目的 是的 其实眼大看过龙了 哈哈哈哈 不过老婆对老公盲目 是好事的 是啊 所以搞到我好胆 我开头看视频的时候呢 我以为只是我老婆笑 因为她笑点低 所以不过 结果原来发觉 戏园的人和我的老婆 不是 和我的老婆 戏园的人和我老婆的 反应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就放心了 不过 知道 nella 中间 etera